见到第一仙,第2984章,分生死,天君雍州死了,他之前那带着挑衅异味的大和声,物资还在这死祭般的天地间回荡,那就动手,快,别犹豫,让老子,结果,话都没说完,他就仰天栽倒,暴毙在地。 所有人都清楚感知到,雍州的道区虽在,和他的性命生机就像一瞬被抹灭掉,完全消失,所有人被挤发寒,眼眸睁大,脸上写着难以置信,因为没人知道,天君雍州是如何死的。 苏义站在那,副手于背,自始至终,未曾离开原地半步,更不曾出手,连那一身契机,都未曾产生任何变化。 给人的感觉,雍州就好像是无缘无故地突然暴毙了。 这无疑太诡异,太甚人,蒲炫获救,跌坐在地。 他浑身骨骼碎裂,负伤很重,而今虽然获救,可同样很猛。 那家伙就这么,死了,师尊究竟用了什么手段,能够斩杀一位,天君于无声无息之间。 是的,无声无息,无人察觉,雍州就突兀地暴毙而亡。 这种震撼,带着一股令人惊悚的冲击,任谁见到,也会背脊发凉。 连洛忍不住咧嘴赞叹来如惊鸿影,杀人无形中,苏大人不愧是能和我家主上把酒言欢的好兄弟。 一夸夸了呀。 若不是被王厨死死踩在脚下,连洛肯定会忍不住伸出大拇指,怒赞一番。 碰! 王厨脚尖发力,疼得连洛神魂如被滚烫油锅烹炸,剧烈翻腾起来。 而王厨则冷冷开口道各位别被他吓到,我敢断定,他不可能有能耐在无声无息中杀了我们所有人。 是是。 苏义目光看向王厨,轻飘飘两个字,却让王厨这位欺煞天庭的绝世天君心中意紧。 他指尖一抖,一缕银色神灰钻入连洛神魂中。 这是银斩灵心锁。 但凡我出事,妖君连洛必死。 王厨眼神完卫。 现在,你确定要试一试? 苏义眉头微挑,到连洛,用你一人之死,换在场所敌人为你陪葬,值不值? 所有人心中一阵,苏义这是要不顾连洛的死活,大打出手。 连洛哈哈大笑,太值了。 苏义摇头倒可在我看来,还不够。 这样吧,今日你若死,我把这些大敌的亲友彤彤杀光,用他们的手机,为你住一座金官,作为祭奠之物。 如何? 连洛呆了呆,激动大叫。 甚好,甚好。 苏义道那就这么定了。 So! 在苏义发丝间,逐渐有意掠出,化作三尺长,落入苏义右手。 他今生行事,从不忌惮什么威胁。 哪怕再顾忌,当面临角则时,也会毫不犹豫选择出手,而不会妥协。 而此时,在场那些天君则不淡定了。 这苏义是真的疯了。 王储眼神中,则浮现出一抹疯狂般的光泽,鼻痕。 那就试试。 我王储此生还从没怕过。 一字一顿,声震全场。 且慢! 关键时刻,来自无量地宫的任东士,呼得开口。 苏义,你真的不想让连洛活下来? 不等苏义回答,任东士已说道,我有一个提议,可以让你有机会去就联络。 苏义淡淡道说来听听。 任东士笑道很简单,只要你不动用那种杀人于无形中的外力,我们在场这些人不介意给你一个公平一战的机会。 此话一出,在场众人心中一动。 的确,他们最忌惮的,无非是苏义那种击杀天君雍州的底牌罢了。 任东士自信满满道并且,我断定,像你这种杀人手段,肯定用不了几次。 否则,你恐怕早已在击杀天君雍州的同时,便击杀了王楚。 何至于眼睁睁看着连洛被引斩灵心所所困? 苏义没有否认。 以心境秘力杀人,最关键的就在于,出其不意四个字,在对方猝不及防时,便能一击必杀。 而现在,在场那些天君都已戒备起来。 这种情况下,苏义在以心境秘力杀人,或许能做到,但收效注定很小。 王楚呼得道人道友。 你有什么提议,不妨直接说出来。 人东是孝,盈盈道诚如我之前所言,只要苏义不动用那种力量,我们就给他一个公平对战的机会。 他只要能赢三场,便把联络的神魂还给他。 他若输了,自然会沦为咱们的阶下之囚,任凭宰割。 这个提议一出,众人大为心动。 王楚皱眉想了想,点头道,可以。 苏义则笑起来,分胜负无趣,分生死最好。 另外,也无需进行三场对决。 你们一起出手,我输了,任凭你们处置。 他一眼,看出,这任东是不老实,提出这样的建议,分明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。 其意图不言而喻,必然是要趁此机会,把自己出现在这南疆遮天大山的消息,传回无量地宫。 果然,当苏义说完,任东是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,目光看向王楚。 王楚冷冷道,既然你提了这么多条件。 那我也提一个。 待会对战厮杀时,不得动用任何外力和外力。 你可敢。 一下子,众人大为心动。 苏义在立心建斋一记前的一场大战,曾轰动天下。 可是人皆认定,以苏义那技无尽层次的道行,断不可能轻松斩杀天军,故而怀疑苏义在那一战中动用了底牌。 而世人皆知,作为立心建斋祖师转世之身的苏义,身上底牌众多。 现在,若能逼迫苏义不动用底牌,在一众天军眼中,苏义已不再有威胁。 只是,苏义会答应吗? 出乎人们意料,苏义未曾犹豫,就不假思索答应,可以。 众人一正,便是王储和任东士,都感到很意外。 旋即,所有人心中大定。 这可是你说的。 若反悔,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 王储眼神冰冷,泛起浓浓的杀鸡。 任东士则皱眉不已,隐约感觉有些反常。 道我听闻,你苏义一生行事,向来言出必见,从无实言。 若是渣的话,可会让天下人瞧不起。 苏义瞥了此人一眼,道我都为人,还不由你这种人来质疑。 说着,他一步迈出,目光环顾众人,无须废话,过来赴死。 众人彼此对视,身上皆有沸腾般的杀鸡涌动。 大人,还请给我一个,为雍州师弟报仇的机会。 一个金袍男子率先站出,满脸的恨你。 王储点头道,可…… 哄。 金袍男子一步踏出,骤然间化作一道金色神红,朝苏义暴杀而去。 他周身涌动金色光焰,法则交织,随着一拳打出,天地间有一道金色漩涡横移,撕碎长空,散发出恐怖的撕扯毁灭威。 这一瞬,众人目光死死盯在苏义身上。 不动用底牌,这既无尽修为的苏义,拿什么去和一位炼须皆天军对抗。 几乎同时,苏义也动了。 同样一步踏出,枪! 手中逐渐有一腾空而起,化作发簪,插入盘围倒计的发丝之间。 既然不打算动用外力和外武,苏义干脆连配剑也不用了。 哄!金色漩涡轰沙而至,像旋转碾压的墨盘,狠狠撞在苏义身上。 那等一击,足可将虚空磨灭绞碎,让同镜天军不敢硬汗。 可当轰在苏义身上时,这微能恐怖的金色漩涡却直接四分五裂,轰然炸开。 像纸壶般不堪,根本未曾伤到苏义分喉。 漫天金色光雨飘洒中,苏义袖袍一挥。 数百丈外,一道剑气从天而降,犹如划破黑暗的第一道晨曦。 一剑,从上而下,灌入金袍男子的头顶,插入其躯体内,直接把那金袍男子凿穿。 旋即,此人躯体轰然暴碎,鲜血飞洒,行神俱灭。 全场一惊,无不震惊。 一击,就轻易震杀了一位炼须皆天军。 最匪夷所思的是,他们都死死盯着苏义的动作,一击所动用的力量。 敢确定,苏义的确不曾动用任何外力。 既无尽,真的能震杀天军。 众人心颤,意识到不妙。 蒲炫和莲洛都不禁倒西凉气。 之前两人还在揪心,若苏义不动用底牌,此战该怎么打。 可两人都没想到,如今的苏义,仅凭自身那既无尽修为,竟都飘悍到如此生猛的地步。 好恐怖的杀伐力。 这家伙的既无尽修为,怎会如此那天。 任东是震惊。 快,一起上。 王厨力声大喝。 这一刻,他也意识到自己预判有误,远远低估了苏义的可怕。 杀! 十多位天军一起出动了,各自都施展出至强手段,毫无保留。 顿时,天地震战,日月无光。 附近山河轰然瓦解,大地沉沦。 十多位天军的联手,那等威能岂是寻常。 就见诸般神通妙法交织的神灰和异象,全都汇聚起来。 宛如浩浩荡荡的灭世洪流般,朝着苏义一人轰杀过去。 雷电交织,烽火肆虐,耀眼的光焰和毁灭气息, 让这片天地,都陷入一种崩坏的氛围中。 任东是扪心自问,换作自己是苏义。 面对这样的联手一击,注定不敢因其锋芒, 而会采取迂回策略,一一进行击破。 王厨眯着眼眸,施展一门和洞察人身玄机有关的神通,死死盯着苏义。 他玉图进一步看一看,面对这种恐怖的异击, 苏义是否真的敢不动用外力?